大批騎士聚集發出巨大聲響 而且警車就在旁邊 他們也不怕一堆人沒戴安全帽 甚至還猛暗喇叭 來來來 一個都別想逃 你現在聖夜時段 如果他確定你是改裝的 會直接罰 只要聲音大了點 通通被警方攔查 員警拿起手電筒 就是要找排氣管上 有沒有檢驗合格標章 同一天就被籃查兩次 還在洗腦就是學不乖 警方沿路鳴笛 要他們快點停下來 發生在十五號凌晨四點多 中秋烤肉丸 大家揪一揪去夜遊 數十輛改裝機車 聚集在新北市淡水 魚人碼頭附近 攔查其中數量機車 並取締事件改裝噪音車輛 本分局在七到九月間 共計取締噪音車輛六百三十七件 超速一千零五十八件 無照駕駛八十七件 未到安全帽六百九十三件 不只現場攔查 警方後續還會調閱監視器 進行舉發 但類似情況不只一次 日前才有騎士邊騎車 發現後方有警車 竟然把手中的垃圾丟向園警 行徑相當囂張 園警社錄檢點把關 發現違規會含請環保局開罰 第一次罰三千 累犯就會加倍裁罰 最高罰三萬元 夜遊覺得自己好帥 卻嚴重影響住戶睡眠品質 當然不能輕易放過 只要被發現 就是靠邊庭通通罰單一張 TB新聞 炎日小燕 身份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